我们看一下质量M1 M2的两个质点 相距离是L 问你两者间 两者间就在这个连线上 重力场强度为0的点 这重力场强度为0指的意思就是 M1在那个形成的重力场 跟M2在那个形成的重力场 两个加起来要等多少 0 他问你这一点与M1的距离是多少 那么我们假设他要求的那一点 P点在这某一个这个位置 OK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所受的重力场为0 那这一点的重力场 M1在这形成的重力场怎么样 是不是受到哪里 是不是像这边 是不是他重力场是在这边 对不对引力嘛 万有引力是一个吸引的引力 是在重力场方向 重力的方向在这边嘛 M1在这边 那M2在这一点形成的重力场呢 是不是在这一边 OK 那这两个他讲要加起来为0 你的总重力场到底上 空间中某一点的总重力场 就是空间中所有的质量 质点所形成的嘛 加起来把这两个重力场把它加起来 OK 因为他依照他题目的意思 要加起来等于0 表示什么意思 依照向量上这两个是怎么样 刚好两个向量而已加起来等于0 是不是表示他们两个大小要怎么样 相等方向要怎么样 相反吧 那大小要相等 就是M1在这里形成的重力场 M1在这里形成的重力场 我们的重力场又怎么算 假如是指点球体球壳可以怎么算 你的重力场的定义是不是每公斤的重力 那假如是指点球壳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R平方或者G 所以M1在这里形成的重力场 M1在这里形成的重力场 就会等什么 把它带进来 你看是不是R平方 这假设他要求的就是这个 我假设这是S 所以这个是全部是L 那这一段是S 所以M1在这里直接就S平方 或者GM1 M1在这空间中形成的重力场 那M2在这形成的重力场呢 M2生成的重力场在算这个G2 怎么样 是不是要这一段距离 对不对 那你全部这里是L 那这是S 所以这段距离就是我们的L-S R平方 分之GM2 这M是M2 好去整理要算这个S 那从这里 刚好这里是平方 平方要求S 你可以用开根号 所以这里就是会得到S分之消掉 根号M1 会等于L-S分之根号M2交叉相乘 你就可以算出我的整理一下 就可以整理出我的S就会得到 根号M1加根号M2分之根号M1的L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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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